大家好,我是格子,好久没带大家看这个小鱼仔了啊 今天呢,有时间啊,带大家看看这个小鱼仔长多大了,好棒 咱们看看这小鱼仔,大家看到了吗?那个小黄仔啊 这是出生60天的这个小孔雀鱼啊 现在都长这么大了啊 一直在这个草缸里呢,生活的还是挺好的啊 还有一只小黑啊,我不知道那个小黑跑哪儿去了啊 就他们俩啊,反正啊,是唯一这个15只这个小鱼仔当中啊,活下来的两只啊 这些鱼啊,看我一坐这儿又开始沸腾了啊 他们以为我要喂神呢,是该喂神了,三天没喂了 咱喂鱼吃点东西 来,把手粘到这儿 然后,蘸点鱼食 来了 好多天没吃了啊 三天没吃了 饿坏了 再来点 一般我这头 喂鱼食啊,就是喂这个 三馅啊 别喂太多了啊 喂少点没事 喂多了就不好了 这鱼食呢,还是得撵的稍微细一点啊 要不然那个小鱼仔呢 它 吃不下啊 那么大的这个鱼食 大家看那玻璃猫了吗 透明的那个 这鱼很好玩啊 没事儿时候就跟那个水草那儿躲着啊 一喂神就杀出来了啊 吃完神又回去歇着去了 然后这鱼缸底下呢又添了好多这个贝壳啊 这些贝壳是我们家宝贝啊 去这个三亚玩啊捡回来的啊 都放到这个缸底了啊 作为一种装饰啊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啊 其实说实话 养鱼呢 还是挺费心思的啊 这个不仅老得换水啊 还得关注鱼的成长啊 还有植物啊 还得有时候还得除这个青苔啊 所以绝不是一件啊 非常这个省心的事啊 所以你要想把鱼养的特别好呢 还真的勤快点啊 像我这种呢 就是啊 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就凑合看看就完了啊 因为平常工作也忙啊 好那朋友们 你们喜欢养鱼吗 你们觉得养鱼有什么省事的方法吗 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在留言区留言 咱们相互交流 喜欢这个关注鸽子 关注鸽子每天都有新件事 好那这期的视频